这椰子糯鸡鸡吃的都是啥味 糯鸡鸡的感觉口感很不错 家外城上还有一桶椰粉 咱们也做一下这个椰子糯鸡鸡 尝尝到底啥味 看着它吃的真的好奇死我了 这个南国椰粉 我家是常年吃的 它是不含糖 不含反式脂肪酸 就是纯椰肉盐漠出来的椰粉 它吃的椰子糯鸡 真的超级浓郁 你就可以直接泡水喝 或者搬咖啡了 搬牛奶 甚至是冻冰淇淋 各种吃法都超级好吃的 我看教程说 这个椰粉一定要使劲多加 不然冷凍完之后 仍有冰茬 然后给它少量加水 或者你有牛奶酸奶 各种饮料都可以的 给它搅拌搅拌 这个状态就太粘稠了 这时候就可以再给它少加点水 一点点千万别加多了 最后差不多 就是搅拌成这样 比较稠的酸奶的样子 你要是有模具的话 就可以倒在模具里面 没有模具就像我这样 就直接倒在盘里面就行了 我现在去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冷冻一晚上 希望这个椰子的机能够顺利多好 冻一晚上了 我先把它取出来 看我这墨鸡鸡 冻成功了没有 好硬啊 冻的 终于抠下来了 哎呀 粘得太紧了 费老皮的事了 啊它是手感真的非常糯唧唧的啊 啊 太冰了 啊 超级浓郁的椰奶香 就真的 好像在吃椰奶味的冰淇淋一样 啊 好纯 好浓郁的椰奶香啊 嗯 因为我没有鹅巴加糖 所以甜度就是椰奶本身的甜味 真的就完全不会很甜很腻 嗯 可以啊 你没人可以做这些试试 我就手探了 跟女子性就成功了 啊